我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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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不住了 我快要熱暈了 要開冷氣 我還想吹冷氣 星星自然涼 來 涼不下來 爺爺 真的很熱 我要開冷氣 快 開冷氣 你們忘記了嗎 我們不是有一天晚上 一起看新聞報導 你們有說可憐的北極熊的故事 我記得 那新聞報導就說 因為現在大家一直開冷氣 導致北極的冰慢慢地融化 是 可愛的北極熊沒有家園了 對 可是我現在就很熱嘛 開一下冷氣就好了 對啊 爺爺 不吹冷氣我們也熱得很可憐耶 好可憐 冷氣 爸爸... 回來囉 回來啦 今天外面天氣好好 太陽好大 很熱 我怎麼覺得家裡 也跟外面一樣差不多熱啊 都是爺爺啊 說什麼我們要照顧北極熊 早上快要沒有家了 對啊 所以我們在家裡 不可以開冷氣 我在你們這麼大的時候啊 我連冷氣都沒有得吹呢 所以呢 不開冷氣也可以 節約人員省電省錢 不用開 多做一些節約人員的行為 非常好 為地球好 為家裡好 不過爸 以前的溫度啊 沒有現在來得熱 平均氣溫也沒有現在來得高啊 好像這麼說也是耶 真的滿熱的現在 如果我們冷氣時間不要開太長 溫度也不要調太低 再搭配一台電風扇 這樣子循環室內的空氣 這樣應該不會耗太多電吧 是啊 沒錯 爸 小心在家裡溜到中暑得不償失耶 那我們去拿電風扇 電風扇 對 電風扇 電風扇 老婆 真的啊 我也先去上個廁所啊 好 好 那我把把菜洗起來好了 哥哥 放這裡 好 把它拿走 快點 好 擺好 接上電源 快點 我也試試看 好 爺爺 你看你是不是也覺得很熱啊 一想吹電風扇 不過 小朋友們啊 如果這個風一直對著頭吹 爺爺怕你們會朝陽會感冒 會頭痛 還是把電風扇放在角落好了 好不好 好吧 幫我去 我拉這個 好涼快 快 爺爺 爸爸怎麼了啊 爺爺 那個廁所也太可怕了吧 你們兩個沒有沖水喔 爺爺 怎麼我們兩個 都是爺爺不讓我們沖水的 對嘛 而且 哥哥貢獻得很多 什麼 你自己也有大好不好 你自己也有大好不好 你自己也有大 什麼你自己也有 可是我不是有留一個 那整個浴缸的洗澡水 讓你們可以沖馬桶嗎 可是 哥哥的很大塊耶 用水瓢腰水 沖不下去了 這麼大塊喔 哥哥 哪是爺爺 那是因為爺爺有加上他的啊 所以變多了不好沖 也有爺爺的啊 對 爺爺有你的啊 我的有那麼大阿爸 等一下 爸 你是因為要省水 所以才不給孩子們沖馬桶啊 對啊 現在新聞都有在講啊 我們水庫非常的缺水 所以我們要為了這塊土地 盡一份心力 把這個馬桶的量 激到一個程度之後呢 再一次用水把它沖下去 這樣才比較環保 也比較省水啊 水一小瓢一小瓢 哪沖得下去啊 很誇張耶 我跟你說 如果啊 你沖不下去 新的下不去 舊的反而還會 我們看到吧 還彈上來 對啊 想到就覺得好噁心喔 那個排泄物在那裡激久了 會滋生細菌 那個味道更是 想到就覺得心好累啊 天啊 事到如今 我只好去洗馬桶了 不 老公 你不要去 就算你去刷了馬桶 也是刷不乾淨 我還是得再去刷一次 那 就麻煩你了 幫我準備個口罩好不好 拜託 沒問題 老婆 口罩 好快啊 好可怕喔 老婆 辛苦你了 真的好辛苦喔 可是為了這個家 我就要從容就義了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我 幸福啊 真的這麼臭啊 我這樣 習慣就好啦 對 我們都聞得太出來 對 習慣就好 誰讓我們家 是花花啦 我忘記今天 花花要來我們家耶 花花今天要來 今天耶 對 花花 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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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你好 你好 嗨 花花 你怎麼今天來 我先跟你說喔 我今天沒有不歡迎你喔 可是我們今天家裡非常的熱 你不能開冷氣 還有你想上廁所 也不可以去上廁所 不開冷氣吹 冰冰箱也很涼啊 上廁所的話 我剛剛出門前有上過了 還好還好 很好 可是你哥哥怎麼這樣說啊 那是因為呢 我爺爺要結冤人員啦 所以呢 我們都不能開冷氣 然後馬桶也只能衝一次喔 一天只能衝一次喔 美 是不是現在廁所啊 很衝啊 妳不要進去 不是不要你上廁所 是建議你上廁所的時候 可以把鼻子這樣 捏起來 味道就不會影響到你了 加上我們現在水庫缺水 所以我們能夠省水就省水 能夠省電就省電 這樣也是環保環地球的表現啊 對不對 對 就是這樣子 不對 不是這樣子吧 等一下 爺爺 我記得我昨天去洗澡 我很快就衝一衝出來了 怎麼最後 那個浴缸都是水啊 昨天是誰最後一個洗澡的啊 不是我 我洗完之後 喔 爸爸 蛤 我洗完之後最後的是爺爺 喔 是爺爺喔 你洗得這麼多水喔 你們也知道我最近 買了一隻可愛的小鴨子 我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泡個澡 享受一下 泡澡時光嘛 好不好 爺爺你剛剛不是說要省水嗎 對啊 我們老師也有教喔 你要省水就要用淋浴代替泡澡 泡澡很浪費水啦 對啊 你都叫我們要節約人員耶 不可以沖馬桶 你還泡澡耶 我雖然泡澡 可是我的塞子現在還塞著啊 所以那個洗澡水 都還留在浴缸裡面啊 我們可以拿那個洗澡水來沖馬桶 可以拿那個洗澡水來洗手都可以啊 爸 你這樣太誇張囉 你用洗澡水沖馬桶洗滴板 還可以 但是你用洗澡水來洗手 怎麼可能洗得乾淨啦 你這樣太誇張了啦 不要講這個話題好了啦 花花 你要到我們家一定很口渴了 對不對 我倒水給你喝好不好 好 這個你幫我顧一下啊 真是的 自由的小鴨鴨 也又在那個轉移話題 對啊 每次都這樣 不好意思喔 今天比較熱一點 好好 心靜自然涼 對 生物性 對 這給你喝 爺爺 你給我這個是什麼飲料啊 它綠綠的耶 我不曉得它放在上面 不過看這個顏色我想 應該是蔬菜汁或者是 金粒湯之類的 乾杯 乾杯 來 終於刷好了 反而要把它刷乾淨 用了更多的水了吧 媽媽心 媽媽心 嘔嘔嘔嘔嘔嘔 還好啦 哎呀 花花 等一下你那一杯飲料是 是爺爺裝給我的 他說 他說外面很熱 給我一杯飲料喝 對啊 對啊 放在桌上嘛 感覺是蔬菜汁對不對 爸 你 你在廚房上面拿的 對啊 謝謝你這麼貼心 還為我們客人準備了飲料 花花鼓 不要喝 不要動 那不是飲料 那不能喝 那是 剛剛本來洗菜洗到一半想說 這些水不用浪費 我想拿去外面浇花 結果就被那個馬桶的事情 給耽誤了 所以就還沒拿出去浇 那你誤會以為 那是可以喝的 不好意思啊 爸 我才覺得不好意思 花花 差一點讓你喝到了 洗菜水啊 沒關係啦 沒有喝到嘛 沒有喝到 沒喝到就好 沒喝到 謝謝 爸 我們大家在這個時刻呢 都想要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很好 不過呢 省水 省電 省過頭了 反而可能會造成 尤其你啊 還用那個洗澡水 我們在集約能源的同時 基本的生活位置 還是要顧到啊 對啊 爺爺 如果花花喝了那個洗菜水啊 肚子痛 腸胃也怎麼辦啊 好了啦 那爺爺也不是故意拿 他也不知道媽媽就放在那邊 對 我覺得 是那個 只能沖一次馬桶比較困難 對 沒有吧 我覺得用洗澡水來洗手 才不衛生吧 我看那個新聞有在說 因為限水的關係 大家好 想說要省水 洗手就洗得很隨便 反而去醫院看肠胃炎的人 大家都沒有洗乾淨 沒有洗乾淨 好 我知道了 我會改進的 就是呢 節約能源雖然是好事 但是要在安全 以及衛生的前提之下 來節約能源 對 對 我們照顧地球 要把自己照顧好啦 好 不要喝 不要喝 先收手 先收手 媽媽 我回來了 阿姨好 下課啦 今天彭博來我們家寫作業 打擾了 不會不會 我剛好有烤餅乾 你們先去洗洗手 等一下烤好 就有熱熱的餅乾可以吃喔 好 謝謝 好棒喔 彭博趕快 走走走走 我回來了 彭博啦 有沒有領到魚啊 欸 這把傘怎麼這麼好收 我記得我的很難收耶 啊 傘了 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慘了 你撞到人家的車 沒有 還是小狗咬你 也沒有 可是不及格 有 不是啦媽媽 我是說 我拿到別人的傘了 所以你早上 也是帶這把藍色的啊 不是啦 媽媽 我們家這把藍色的傘 應該是卡卡的 可是這把很順暢耶 一定是我急著 要拿雨傘回家 結果 拿到同學的傘了 它長得一模一樣 上面還有標籤 陳美妮 這位同學 是我們班上的母老虎 他該不會以為 我偷他的雨傘吧 哥哥 我聽到了 你偷別人的傘喔 我才沒有偷 我不小心的嘛 那你同學 太可憐了吧 傘被你拿走 他就沒有傘可以用了 也許他也剛好 拿了這一把 一模一樣的傘 以為是他的 所以應該沒有淋到雨啦 那希望他有拿到傘耶 不然今天下雨 他就濕搭搭的了 以後小心一點 眼睛睜大 雖然看起來 看起來很像 但還是有一點不同的嘛 是 你明天到學校 把傘還給人家 好好的誠心 跟他道個歉 我相信這個同學 應該可以諒解了 真心真意的道謝 他就有諒解他 好 太好了 媽媽 我下次會注意 我不是小偷 那當然 我不是小偷 我知道 嘿 花花 你不是小偷 我知道 我知道 這跟草原電池真的很像 帥 我回來了 老公你回來了 老婆 你怎麼知道我今天忘記帶傘 差點淋濕了 老公 我常來問我們 是 跟我們一起吃嗎 老婆 我們一起在傘下 這就是我們 愛的小雨傘 你很可愛 你爸爸媽媽平常都這樣子 對啊 很甜蜜對不對 習慣就好 你常來問我們家 你就會習慣的 見怪不怪 說 誰 誰說很怪啊 叔叔阿姨 你們感情好好喔 泡花姐 怎麼會來我們家 泡花來我們家一起寫作業 叔叔好 那你們待會兒好好的寫作業 爸爸要好好的工作囉 好 好 老公加油 加油 全體我要幫你收到我心裡面 我好烤餅乾喔 你最喜歡的巧克力 老婆 嗯 陳美妮是誰啊 是 哥哥的同學啦 但是哥哥偷 欸 不是 哥哥拿錯的 對 爸爸我沒有偷喔 是因為那一把膽 跟我們家長的聽我一樣 我是不小心拿的 我不是想偷 你下一次啊 要睜大眼睛好好的看 雖然呢 他長得一樣 但是一定有些許的不一樣 所以呢 你明天到學校呢 好好誠心誠意的 跟美妮同學道歉 他一定會原諒你的 啊 好啦 爸爸 你怎麼跟媽媽講 一模一樣的話 當然啊 心有靈犀一點 嗯 老婆 我愛你 愛你 好 好啦 準備休息一下 我跟老餅乾 沒問題 你們趕快寫功課啦 好 啊 忘了洗手 花花 你有這支筆啊 這支 對啊 怎麼了 我也有 一模一樣的彩虹筆 嘿嘿嘿 我們不愧是好朋友 連喜歡的筆都一樣耶 對啊 因為這支筆 超級好用的 好多顏色 它重點超方便 對 而且它換顏色也很快 像這樣 哇 超好用的 那我們趕快寫吧 今天功課太多了啦 好 好 這個 終於寫完了 我也寫完了 花花 時間很晚了耶 你要不要打電話給媽媽 對耶 我差不多該回家了 趕快把作業收一收 對啊 趕快喔 回家囉 收起來 作業 好 閉上 太好了 阿姨 我作業寫完了 我待會兒要回家囉 那我夠餅乾剛剛烤好 不然你帶一點回去 跟你爸爸媽媽一起吃好了 可以嗎 好可憐 要考試了 對了 你那支彩虹筆可以借我一下嗎 我要畫重頭 我彩虹筆喔 哥哥 你既然這麼喜歡那一支的話 幹嘛不自己買啊 都要跟我借 我也只是偶爾會用到啊 借一下啦 好啦... 奇怪 我的彩虹筆怎麼跑走了啊 你搞笑喔 筆又沒有長腳都會跑啦 不是啊 狗哥 我剛剛用那支筆寫功課耶 如果你不想借我呢 你可以直接跟我說啊 你是不想借我嗎 沒有啊 它不見了啦 你幫我一起找快點 不見了 你幫我找什麼幫我快點 筆怎麼會不見咧 它不見了 我很喜歡那一支耶 還是被偷了 怎麼可能被偷喔 剛剛還在用耶 剛剛在用 對啊 那剛剛有人坐在妳旁邊嗎 有啊 是誰 說花花啊 那就對啦 真相永遠只有一個 謝謝 帶回去跟爸爸媽媽一起吃 謝謝阿姨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 等一下 小偷不可以離開 小偷 你在做什麼啦 小偷 你怎麼了 怎麼擋住花花 而且還說她是小偷啊 我們家的彩虹筆不見了 是花花拿的 所以你是小偷 不是啦 不是我 不是小偷 等一下啊 蘇本家這小偷很嚴重耶 發生什麼事啊 媽媽 就是因為哥哥跟我借彩虹筆 他說彩虹筆不見了啊 然後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你們真的有認真找嗎 說不定 在哪裡啊 椅子啊 書本底下有沒有 或者是那個地上啊 有沒有翻一翻找一找啊 有啊 我全部都找啦 我還找哥哥一起找耶 就找不到 然後哥哥他就說 有可能啊 我就說 剛剛只有花花坐在她旁邊 那就一定是花花拿的啊 所以呢 她是小偷 我不是嘛 如果不是 那可以啊 妳能證明妳的清白 那妳把妳包包裡面 有的所有東西拿出來 給大家看 不用啦 花花 我相信妳 妳應該不會偷我的筆啊 因為花花也有一模一樣的彩虹筆 妳才不會偷的吧 就是 我們都有的那一支彩虹筆喔 對啊 我也有一支一模一樣的啊 根本不用偷了 那好啊 那妳拿出來給大家看看嘛 我給妳看喔 真的 真的 真的是 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彩虹筆 怎麼會有兩支啊 嘿嘿嘿嘿嘿 妳手上拿了兩支彩虹筆 所以妳就是小偷嘛 我不是啦 我是不小心 好了好了好了 一定是花花也有一支 一模一樣的彩虹筆 所以她剛剛在收的時候啊 不小心把姐姐的彩虹筆 也收進去了 對 對啊 所以爸爸 花花拿了我們家的彩虹筆 所以她就是小偷啊 等一下等一下 哥哥你很奇怪喔 你為什麼一直說花花是小偷啊 你明明有拿錯別人的伞 難道你也是小偷嗎 我那...我那個是 你... 對... 好了 哥哥 你應該是不小心的 不是故意的吧 對啊 不小心的 那如果你的同學誤會了 一口咬定說你就是小偷 你偷了我的伞 我沒有... 媽媽 我有感覺 我這裡會很不舒服 而且被誤會會很生氣耶 所以哥哥 你這裡也會很不舒服 所以你想想看 什麼 花花呢 被你覺得她是小偷 那她心裡會是怎麼想的呢 一定很不舒服 花花 對不起啦 是我太急了啦 還誤會你 不好意思 沒關係啦 你是我自己沒有注意 不小心把兩支筆都收到我的籤筆盒裡去啦 那這支就 還給你啦 沒關係啦 花花 就算你回到家才發現 再告訴我就好啦 反正我們是好朋友嘛 我才不會跟你計較這些的 而且 我們的彩虹筆長一模一樣耶 下次如果是我拿錯的話 你也不能怪我喔 好 好 所以下一次一定要注意 千萬不要拿錯別人的筆 而且哥哥 也要記得 如果別人拿錯東西的話呢 我們不要隨便誤會她是小偷 這樣子聽到的人 心裡會覺得很受傷的 我知道了 不會了 好啦 這樣子的事情算是圓滿解決啦 沒有人被誤會 沒有人受傷 應該是接大歡喜吧 對… 不對… 媽媽 我都忘了我有拿錯傘 那把傘是我們搬母老虎的 牠一定沒有像花花人這麼好 不跟我計較 牠一定會在班上大喊說 是牠偷了我的傘 是小偷 爸爸該怎麼辦 沒關係… 爸爸來幫妳處理 我幫妳打電話給小蘭 為什麼是打給小蘭 五老虎啊 四美妮 四美妮是不是 好… 打給美妮她媽媽 老公 美妮媽媽的電話號碼 你背得起來 對 牠魚仔上面有寫 妳應該是哭目不忘的 妳看我的 妳要打了 妳要打了 很壞耶 爺 你還好嗎 沒事… 就是喉嚨有點乾乾的癢癢的 就會想要… 爺爺 你真的沒事嗎 你是不是生病了 沒事… 年紀大了就會 老人咳嘛 我喝點茶就沒事 不用擔心… 喝茶就好了 再去倒一杯好了 幫你茶梅啦 對啊 我過去幫你加一點吧 沒關係… 我來就好了啦 爺爺我來幫你啦 快幫爺爺倒茶啦 謝謝妹妹啊 哎呀 妹妹真的好貼心啊 幫爺爺的忙 來我幫爺爺加點茶 媽媽我來自己倒 等一下… 小心 它下面這裡燙燙的 你不要摸到喔 我來就好 媽媽我想自己倒啦 我… 我來… 因為這個真的很燙 媽媽我可以啦 等一下… 妹妹妳有沒有燙到 妳有沒有燙到 沒事吧 沒事… 真是的 嚇死我了 妳不要為此燙傷 不然爺爺會很愧疚的啦 沒事啦 我本來以為沒有那麼燙 結果真的很燙耶 對… 幸好我趕快放手了 真是的 就是因為這個茶很燙 所以我才說媽媽來倒就好了 媽媽 我應該聽妳的話了 對不起 沒關係啦妹妹 我知道妳很棒 妳很熱心想幫忙 但是呢妳年紀還小 所以下次等比較不危險的事情 再請妳幫忙好嗎 好 爺爺 我年紀還小 沒有辦法幫妳倒茶 沒關係 妹妹 就是因為妳年紀還小 妳有這份想要幫爺爺的心 我就很開心了 太好了 我不會被罵耶 妹妹把熱水打翻了 但沒有被罵 因為她說了我年紀還小 我知道 我下次也要這樣說 那媽媽 我來幫妳收拾好不好 沒關係 不用… 你看地板都是濕濕的 我怕妳會滑倒 對啊 就是因為妳年紀小 爺爺啊 怕妳會越幫越嗎 不是 越幫會讓自己受傷 趕快去 我們去沖個人水好了 看妳手這樣子紅紅的 我記得 躺上的舞步驟是 濕搓衝 來 走 不是啦爸 那個是洗手舞步驟 抗傷的舞步驟是 衝脫泡蓋送 先用冷水沖一沖小手吧 對… 衝脫泡蓋送 來 走 爺爺 媽媽 我真的沒有事啊 我比較想要幫妳的嘛 不用了 快去… 我們先去沖冷水 好… 妹妹乖 妹妹棒 來… 所以只要說年紀小 就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太好了 我以後都把它學起來 都用這一招 好… 我回來了 我們家最高最壯的哥哥 回來得剛剛好 來… 媽媽有事情要麻煩你 好… 整理了一袋舊衣服 都是一些穿不下的 媽媽妳還好嗎 算…沒事過去的… 過去的事 好… 反正那些舊衣服 我現在也穿不下了 請你幫我拿去那個外面的 就衣回收箱 把它處理掉了 媽媽 可是媽媽 我得趕快洗完作業 待會兒還要練球耶 欸 弟弟 什麼啊 不要玩玩具了啦 你沒事幫媽媽一下 哥哥 我沒有辦法啦 我年紀還小 蛤 你年紀還小 對啊 我年紀比你小啊 對啦 哥哥 因為那個就衣回收箱 要走兩條馬路出去耶 弟弟太小了 萬一他去…我不放心 還是拜託哥哥吧 拜託囉 謝謝哥哥 待會兒媽媽幫你準備點心 讓你吃飽飽有力氣去帶 那你聊多一點 OK 沒問題 謝謝哥哥 好 在那裡那一袋 有點重喔 你要小心 要小心喔 要看車啊 知道嗎 要加油喔 路上小心 你讓我記住 要記住 要加油喔 哥哥 這招真的有效耶 以後都要用這一招 我就什麼事都不用做啦 太好了 妹妹 妳手有沒有擦乾啊 擦乾了啦 沒事了 沒事就好 爺爺 怎麼了 你不咳了耶 對耶 因為太擔心妹妹妳了 我都忘記要咳了 那爺爺妳還沒有喝茶耶 對 因為太擔心妳了 所以也忘記要喝茶了 我年紀太小了 那 你去到 我去到 嗯 可是我年紀也還小啊 不行啊 對 你們年紀都還小 爺爺也怕啊 弟弟可能會燙到自己 所以爺爺我自己來就好了 爸 我幫妳倒好了啦 真是不好意思 還麻煩妳啊 應該的 應該的 我幫妳把熱茶都準備好了 小心喔 有點燙喔 好 謝謝 OK 哎呀 哎唷 桌子真是亂 弟弟你功課寫完了沒啊 還沒啊 嗯 還沒 那怎麼不趕快寫一寫 因為我年紀太小了 我都不會寫 你不會妳可以叫哥哥 對喔 哥哥出去了 你可以等哥哥回來的時候 請哥哥教你啊 嗯 好 那就等哥哥回來 不然這裡先收一收好了 桌子實在太亂了 媽媽 我年紀還小 還不會收拾玩具啦 我只會玩玩具 不會收 那 稀後的衣服折一折 收起來 媽媽 折衣服更難了 我年紀還小真的不行啦 嗯 地上吃餅乾掉了一堆屑屑 你把它掃乾淨吧 掃地很辛苦耶 我年紀還小 我不會 那看電視吃點心這麼難 你可以嗎 看電視吃點心真的很難耶 我也不太行 不對 看電視吃點心我可以 媽媽 那我可以先看電視加吃點心 哪有這樣的 你就只會看電視跟吃點心嗎 幫忙一下都不會 這些我都會了 對啊 我就年紀還小 媽媽不行啦 我得先趕快寫功課 謝謝哥哥 辛苦你啦 哥哥啊 你回來得正好 既然你要寫功課的話 那你也幫這個弟弟的功課也寫一下 幫我寫功課 哥哥 等一下 爺爺 功課要自己寫 那我幫人家寫的 可以喔 弟弟幫我寫 我就幫他寫 不太快 我就說 請哥哥 教弟弟寫作業 教啦 哥哥 教我寫作業啦 我都不會寫 你年紀還小喔 真的喔 那把上次我給你的那個模型玩具玩來 你年紀小不會玩 哥哥 你已經給我了 那是我的了 對了 還有上次也給了你一本漫畫 你年紀還小 那個漫畫旁邊很多文字 你都讀不懂耶 幫我 我來看 不行啦 我還沒看完啦 那是我的 我不要還你 你不要什麼都用年紀小當藉口嘛 自己分內該做的事情 還是要做啊 可是 剛剛妹妹就說 她年紀還小 什麼事都可以不用做啦 那不一樣啦 那是因為剛剛妹妹要幫的忙 對她來說太危險了 有一點困難 可是像媽媽請你收玩具 摺衣服 掃掃地 這些對你來說都很簡單啊 媽媽會判斷什麼家事 適合你們做 什麼事情太危險了 像剛剛要去那個 大馬路外面的就一回收箱 這件事就只有哥哥可以做得到 你們去我都不放心 媽媽 我跟你說 以後我們去公園啊 就我跟妹妹去就好了 弟弟不要去 因為她年紀太小 過馬路好危險喔 對不對 對 不行啦 我也要去玩啦 不行啦 你年紀好像小耶 不行啦 我要 不行啦 你年紀小 我要 我要 好了 你們啊 一年一年的長大 本來就要學習很多 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啊 不過呢 還有一些事情是 分內的責任 應該要做的 就像寫作業 或是去學校念書 你想想喔 如果小朋友們到學校 都跟老師說 老師這個太難了 因為我年紀很小 我不會 那不就永遠都學不會 永遠長不大嗎 不會就是要學啊 是不是 是 所以啊 媽媽希望以後呢 你們遇到困難 遇到問題的時候 不要第一時間就放棄 就說我不行 我不會 你們應該要勇敢的說 我可以 我試試看 對 而且呢 你不是最小的 最小的是我 好 你們都小都是 爺爺的小寶貝們 對啊 就是因為弟弟年紀小 很多事都不會做 所以呢 爺爺能幫的 我就來幫你做啦 對不對 爸 很多事情啊 我們不要幫太多 幫太多反而害他們長大 讓他們自己試試看嘛 對 對 自己先試試看 不行的話呢 我們在旁邊輔助你們 幫你們加油 那我先把玩具收拾好好了 你可以的 你做得到 我可以的 我做得到 加油 妹妹 你看這個 好好笑喔 對啊 不是 他好像哥哥睡著的樣子 有像耶 對啊 這麼對 說到哥哥 哥哥還沒有起床啊 我剛剛有叫他 可是他都不洗床了 太兇喔 我就是想 對啊 而且阿姨耶 每次假日的時候 哥哥都會賴床 會不會是因為哥哥他 最近呢 要騎中考 所以他念書念得比較晚 所以啊 就比較晚睡 現在就還在賴床啊 哥哥明明就是打電動的 對 姐姐 噓 小心哥哥說你打小報告 蛤 姐姐 哥哥不是因為念書念太晚 是因為打電動 什麼什麼太晚 誰太晚 我剛剛 我們在討論 哥哥啊 他因為起床考 所以念書念太晚 現在還沒有起床 現在還沒起床啊 嗯 都幾點了 太陽都晒屁股了吧 那個小朋友啊 你們誰有空 去叫哥哥起床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 三個來猜拳 才輸的去叫哥哥 剪刀石頭 等一下 爺爺 我早上才叫做哥哥耶 我就被罵啦 我不要再被罵第二次了 好了 妹妹 去啦 那我們兩個來猜拳吧 妹妹 好 剪刀石頭 好 爺爺 我可以不要去嗎 哥哥很兇耶 爺爺你去好了 對 爺爺你去叫哥哥 哥哥一定不會兇的 我回去啊 嗯 我的膝蓋 不能爬那麼高的樓梯 我不行啦 爺爺 不是啊 那我們想個辦法讓哥哥起床嘛 嗯 對 我們想個 可以讓哥哥自己下來的辦法 主動下來的辦法 對 嘿嘿 姐姐 對耶 姐姐 如果有這個的話呢 我們啊 就可以用 花瓶 來敲哥哥房間的門 這樣子哥哥起來啊 就不會對我們生氣 會對花瓶生氣 會對花瓶生氣 妳好聰明啊 姐姐 不是花瓶啦 是花瓶前面的音響 姐姐的意思是說 用音響的音樂 把哥哥吵醒 對 我們把音樂放很大聲 這樣子哥哥也就不用睡覺了 可以順便來跳個舞 沒錯 那我就音樂開始 好 好 Yeah 跳舞 一大早吃誰在吵啊 受不了你們耶 音樂關電 看你們怎麼跳 音樂怎麼停啊 對啊 哥哥 我們跳得正開心耶 你突然間關音樂 很沒禮貌喔 是你們沒禮貌吧 一大早音樂開這麼大聲 吵到人家睡覺才沒禮貌 現在幾點了 太陽都曬屁股了啦 我們大家都起床啦 就你還在睡覺 事情才奇怪吧 對啊 哥哥 你知道越睡越久 會越來越笨嗎 我越睡是越清醒 哪像你 越睡越遲鈍 沒事啦 哥哥 既然你都起床了 要不要跟著我們三個人 一起來組一個團隊 來跳舞啊 對啊 哥哥 一起跳 動動動動動動 爺爺我才不要跟你們 跳那個奇怪的舞了 對啊 這舞很奇怪嗎 不會啊 對啊 哥哥 刷牙系遠了沒啊 趕快去舒適一下 等一下可以吃飯囉 唉唷 可是我還想要睡覺啊 唉唷 哥哥 趕快 去刷牙系練 一起來吃早餐吧 對啊 趕快去吧 趕快去吧 水喔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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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煞魚了 就叫哥哥 請床 對 你們看 我就說吧 這招很管用 看 哥哥 自己下來 都不用我們去叫喔 嗯 姐姐 你真的 好聰明喔 好方法 耶 差不多好囉 來來 幫忙端早餐 好 好 來了來了 這個 我把桌子收一收啊 什麼最愛的蛋餅耶 真的耶 好香喔 哇 沒小心喔 好 好 來… 最喜歡的蘿蔔糕 好香喔 好豐盛喔 好香喔 好香喔 一點水管掉啊 謝謝媽媽 好豐盛啊 快一點 再走 坐過去一點啦 這裡沒有位子啊 再過去一點 哥哥 你幹嘛那麼兇啊 對啊 我們都已經借過了 為什麼今天只有兩份蛋餅 我也要吃蛋餅 哥哥 你不是最喜歡吃蘿蔔糕了嗎 蘿蔔糕在這裡啊 這是我和妹妹的團了 對啊 哥哥 你幹嘛故意跟我跟姐姐搶啊 哥哥平常不是不吃蛋餅的嗎 媽媽還做了你最喜歡的蘿蔔糕耶 還有飯糰這麼大一顆 吃下去一定很飽喔 不過 你今天突然想要吃蛋餅 你是故意想要跟妹妹們搶吧 喔 故意的 誰故意啊 你們才故意 你們全部都故意好不好 那一大早故意呢 把這個音樂開好大聲 然後呢 現在又故意跟我搶蛋餅吃 你們都是故意的 對啊 不吃就不吃 我不想吃了 我要回去睡覺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哥哥回來 坐下來 怎麼啦 一下樓到現在 一張臉氣嘟嘟的 好臭喔 哥哥每次假日的時候啊 都會賴床喔 而且又愛生氣了 對啊 哥哥 我們叫你起床是怕你沒有吃到早餐耶 你幹嘛還對我們發脾氣啊 對啊 哥哥 大家都是關心你而已 如果呢 你沒有早上起來吃早餐的話 你可能就三餐不正常 你早餐可能變成 中午才吃 午餐呢 可能變到 晚上才吃 晚餐啊 可能變成宵夜來吃了 我們都是為了你好 而且大家聚在一起吃早餐 不是很好嗎 對啊 才不好咧 我覺得睡飽比較好 我想睡覺啊 你昨天晚上幾點睡啊 就十二點多 十二點多 不是啊 可是我昨天晚上大概十點的時候 有進去幫你們關燈蓋被子 我看那時候你們大家都在睡覺啊 怎麼會後來十二點多才睡啊 姐姐 哥哥說溜嘴喔 對啊 是哥哥自己說的 哥哥說的 對 是不是媽媽離開房間之後 偷偷跑起來玩了 我是有半夜起來 不過我是 拿書 看書 念書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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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啊 這麼認真啊 什麼啊 媽媽 我沒有說 哥哥說謊 對 你什麼 大嘴巴耶 哥哥你現在承認了吧 還什麼讀書 還什麼讀書念書的 我看你應該是 打電動打到十二點多 對不對 對 對 姐姐 自己打電動打得那麼晚 睡不飽 早上賴床 一起床就這個起床氣 對妹妹們發脾氣 對爺爺發脾氣 對大家都發脾氣 這樣對嗎 都你們兩個 還有我被你打小朋友 你看到現在還在怪別人 都是別人的錯 自己都沒有錯 哥哥 這一次真的不太對喔 晚上應該要是要你們 要睡覺的時間了 結果你不睡覺 爬起來打電動 然後又賴床 賴床起來之後呢 又發氣床氣 所以大家的脾氣都這麼壞 可是你知道嗎 哥哥 大家都只是關心你 知道嗎 我知道了啦 爺 對不起啦 媽媽 對不起 對不起 那你現在知道 你錯在哪裡了嗎 我知道啊 我不應該有起床氣 對你們亂發脾氣 然後晚上應該要早一點睡覺 不應該爬起來打電動 太晚睡對身體不好 你自己也知道 太晚睡對你們身體不好 而且啊 你這個起床氣一起來 對大家發脾氣 不只偏向別人臉 像我自己喔 那不是好險今天是假日 我們都不用上學耶 不然我們大家都被你 想上學會知道 喔 對對對 而且哥哥 遲到啊還會被老師出發喔 好 我知道了啦 現在呢正是你們在長大的時候 所以呢睡飽覺很重要 吃得夠也很重要 飲食均衡早睡早起 這些媽媽都說過好多遍了 千萬不要讓自己 變成像哥哥哥也說的什麼 早餐中午吃 中餐晚上吃 晚餐宵夜吃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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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肚子好餓喔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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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可不可以先心裡做的美味早餐呢 對啊 這個蛋餅好想趕快吃喔 好啦好啦 顧講話都冷了 快點快點開動了 好啦要吃啦要吃啦 那哥哥你要吃 當然是 我最愛吃的 蘿蔔糕 哥哥 我剛剛給你 你還不要耶 剛剛是剛剛啊 現在是現在啊 哥哥2.0 不生氣的哥哥 對 媽媽 很久不久了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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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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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水果好啦 謝謝媽媽 可是有客人要來 這樣子客廳亂糟糟的 不太好 弟弟把這裡收拾一下好嗎 好喔 趕快收 來 收一收 好啦 不要玩啦 不要玩啦 花花姐姐又要來我們家喔 對啊 怎麼了嗎 弟弟啊 怎麼這樣說呢 花花來我們家 她就是客人啊 可是我不喜歡客人來家裡 我都要把玩具收起來 很麻煩 收玩具怎麼會麻煩呢 這本來就是應該的啊 而且啊 花花來我們家 把家裡整理乾淨 這就是基本的待客之道 可是這樣真的很麻煩耶 等他們走了 我才可以再把玩具拿出來玩 這樣我不喜歡啦 很討厭耶 還有 每次有客人來家裡 你們都很多事情都不讓我說 對 弟弟你提醒我了 我先跟你說好喔 等一下花花來我們家的時候 你不可以對人家不禮貌 該說的話可以說 不該說的話不可以說 我...我才不會亂說話 明明就人 你們知道嗎 上一次花花來我們家啊 我覺得花花穿得很可愛 結果弟弟說什麼 弟弟說她穿得好扯 好像聖誕樹耶 好喔 你們知道花花有多難過啊 超沒禮貌的 弟弟啊 你真的這樣說人家啊 奶奶 那天如果你在你看到 你一定會覺得花花姐姐 很像聖誕樹 很好笑耶 可是奶奶覺得這樣說不太好 這樣花花聽到了 應該很難過吧 可是我說的都是實話 我沒有騙人啊 你覺得你說出這些話 聽到的人會覺得 會不會有點傷心 會覺得很難過 花花會不會覺得很受傷呢 好像不一樣 對 對啊 弟弟 我們家有客人 難得來我們家玩 當然要有禮貌啊 如果今天你去同學家玩 結果同學的家人也說 一直嘲笑你啊 不歡迎你來 你應該心裡也很不舒服吧 會有一點生氣 但是我現在就是 不想把玩具收起來嘛 我不喜歡有客人來家裡啊 好啦 那個門鈴響了 可能花花到了 讓我去開門了 來 給你拿快收 快點 花花 來 花花 姐姐好 嗨 花花 奶奶好 阿姨 這個給你們 謝謝 這個很好吃喔 這是我媽媽她去廚材 還買的伴手禮 一定要跟你們分享 好 謝謝花花 真的太客氣了啦 回家記得也幫我跟媽媽 說一聲謝謝喔 沒有啦 我媽媽才說 每次都是我麻煩你們 不會 不會 來 花花 客廳坐 來 多坐 來 嗨 嗨 弟弟 奶奶 奶奶 她知道會麻煩你們就好 好 好客氣啊 嗨 花花 你不用這麼客氣啦 我們好鄰居 就是要互相幫忙啊 謝謝奶奶 來...吃水果 阿姨 早上去菜市場買的 看你喜歡吃哪一種 自己來啊 別客氣 看起來好好吃喔 謝謝阿姨 吃... 我媽媽挑的水果都很好吃 很甜喔 那娃娃 等一下吃完水果 我們來玩蝶蝶樂好不好 蝶蝶樂嗎 好啊 我蝶蝶樂很厲害喔 我也不會輸啊 等一下 蝶蝶樂是我的耶 我才不要借 借耶 借過一下 奶奶想要去上個廁所 奶奶 等一下 廁所在那邊啊 妳往後走啦 向後轉 好 奶奶突然間又不想上廁所了 弟弟 妳就見我們玩一下嘛 遊戲就是要人多才好玩啊 而且很像畫畫男的今天來 好明明就很常來好嘛 媽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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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好點子喔 只有妳最聰明 有什麼好點子啊 老婆 來... 弟弟 上次妳不是說很想要玩一個什麼 什麼拳的 可是那時候大家都在忙 沒有人有時間陪妳玩 不如妳現在來教我們吧 媽媽妳記得喔 就是那個佛祖拳 它這個拳跟海帶拳很像喔 等一下我們來划拳 好啊 妳說跟這個喔 跟海帶拳很像喔 對啊 我不好玩 我才沒興趣 好 姐姐沒興趣啊 那花花呢 花花有沒有興趣啊 我有興趣 感覺很不錯耶 欸 弟弟 這個要怎麼玩啊 妳趕快教我們啊對不對 來來來 我跟大家說喔 要玩這個拳啊 要先學會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 被盒子 盒子 摸在胸前 第二個是 佛祖 鬆手合十 佛祖 再來第三個動作是 那這個遊戲規則很簡單喔 等一下我們猜拳 贏的先開始 動作一樣就輸囉 喔 所以喔 佛祖 然後盒子 還有盒子 然後盡量不能一樣對不對 不能一樣 只不能一樣 不能一樣耶 好啦 那誰要先跟我比賽 爸爸先好了 我覺得太難了 媽媽 加油 好 來 加油 剪刀 石頭 布 爸爸贏了 來 一 二 三 四 盒子 要怎麼放手贏 好慘喔 再給爸爸一次機會 剛剛運氣 剪刀 石頭 布 來 盒子 盒子 來 盒子 好厲害喔 等一下 第一次就上手 等一下 爸爸太強了 不好玩 真的 我跟奶奶比賽 我跟奶奶 來 你看奶奶 好 好 來 剪刀 石頭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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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奶奶 我先開始 好 這邊開始 佛祖啊 佛祖 佛祖啊 佛祖 盒子啊 佛祖 佛祖啊 佛祖 盒子啊 佛祖 佛祖啊 佛祖 等一下 奶奶 妳都發音不標準了 是 盒子 猴子 跟佛祖 奶奶 妳發音標準一點 我們再來一次 奶奶妳好可愛喔 妳到底是要說 猴子啊 猴子 還是佛祖啊 佛祖啊 我就太緊張了嘛 算了 算了 我奶奶先不玩了 不然妳先弄瓜瓜玩 怎麼樣 我來加入奶奶戰隊 我來跟弟弟比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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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石頭布 預備 開始 佛祖啊 佛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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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不行 再比一次 我知道 那我們來加速版的 好 剪刀石頭布 預備 佛祖啊 佛祖 好 太強了 弟弟加油 在比翼群 剪刀石頭布 我要弟弟贏了 佛祖啊 佛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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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很厲害耶 奶奶戰隊3分 耶 好厲害喔 好厲害 花花跟弟弟這個遊戲都很厲害耶 很像猴子 也很像盒子耶 很像盒子耶 這個遊戲真的是要 人多才好玩 對吧 還好花花今天有來我們家 讓這個遊戲變得好好玩喔 對不對 對啊 好好玩喔 好好玩喔 那你剛剛還不見門玩蝶蝶了 就說人多才好玩嘛 我當時就不想見了 對啊 奶奶就說好鄰居來 當然就好玩啦 而且好鄰居來到我們家做客 我們就應該要怎麼樣呢 我們要礼尚往來有禮貌 可是弟弟你剛剛就很沒禮貌喔 好好姐姐 對不起 謝謝你陪我玩遊戲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比賽好不好 好呀 好呀 花花 你人真的很好耶 多用一陪我弟弟玩 像我啊 就覺得我弟弟有點煩耶 好 常常要我去玩那個 玩這個玩那個的 我有時候還不想理他耶 其實你弟弟也滿可愛的啦 跟他玩遊戲很開心啊 而且啊 因為像我在家裡 都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有時候我就覺得很無聊 沒有人陪我玩 來到你們家就好熱鬧喔 有好多兄弟姐妹啊 然後爺爺奶奶也好有趣 然後叔叔阿姨人也好好 所以每次我來你們家 我都很期待 也超喜歡來的耶 真的嗎 我們也歡迎妳常來我們家 好啊 常來 那花花姐姐 妳下一次來我們家 我再教妳新的遊戲好不好 好啊 我們學校還學了很多很多喔 等一下 剛剛玩的那個猴子啊 佛祖啊 盒子 我剛剛在旁邊看都學起來了 這次為了要參加 我要加入奶奶教授 對 好 嘿 教授加油 我先 好 再加石頭布 我先 預備 猴子啊 好厲害 奶奶好厲害 妳是妳最聰明 妳怎麼想到這個好點子的啊 阿姨啊 小朋友就是這樣 快吵起來的時候 轉移注意力就好啦 對 而且你看他們現在 玩得多開心啊 小朋友自己玩 我們就有甜蜜的奶奶習慣了 對耶 她不知道今天下午 小朋友想要咖啡 茶 來配點小甜點好嗎 聽起來不錯耶 花花媽媽送的小餅瓜 好 我們先去後面拆了一次吧 好 我們先享用囉 好 好 布管加油 好 預備 盒子啊 盒子 麻糟 Pete 比赛局 作詞 那個 很主持 分 其實 最會 是 Challenge 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